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一月份一到中旬,各手机大厂的新旗舰也纷纷入网 小伙伴们的讨论热度也非常高 近日,知名数码爆料人数码闲聊展 更是曝光了2023年要望落地的新技术 今天Tiger就结合近期新机爆料 和大家一起来盘这些可能落地的新技术 新技术1,Realme GT Neo5,支持240W闪冲 这款机子在Realme的产品线中,应该算不上期间 但搭载的240W闪冲,无疑是目前最高的手机充电功能 从工信部的入网信息来看 GT Neo5分为150W版本和240W版本 与上代GT Neo3的分类是相同的 区别在这一代换上了骁龙8PLUS处理器 和1.5K的高频TWM调光中国产屏幕 依然定位中高端 这款机子的发布目的很明确 首先是卷骁龙8PLUS这个价位 方便日后发布的骁龙8G2机型价格更高端 其次就是涉验240W,高功率充电的稳定性 总之,这个240W的新技术肯定是落实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要注意它的发热情况再入手哦 新技术2,小米13 Ultra 有望搭载1英寸大敌可变光圈技术 1月9日,小米公司高管王腾在个人微博发表声明 小米12S Ultra已经结束生命周期 作为继任者,13 Ultra的爆料也是接踵而来 目前已知的信息哦 搭载骁龙8G2平台和1英寸超大敌相机 而配色上,雷总则直接自爆没有白色版本 基本参数上各大厂都大差补偿 而新技术上,小米13 Ultra则有可能支持 1英寸大敌可变光圈技术 至于能不能落地,就看雷总给不给力了 新技术3,OPPO Find X6系列 有望搭载2G波速模组 近日,Find X6系列的信息也出现在了工信部中 新技将搭载高通骁龙8G2 依旧配有马里亚纳计算新铁 摄像头模组也是相当的豪华了 作为高端起见,怎么能没有新技术呢 结合微博战哥的说法 Find X6系列极有可能落地2G波速模组 很多小伙伴应该和Tiger一样发了 目前网上的资料也不多 但波速模组其实各大厂早就运了 就是将塑料镜片和玻璃镜片叠加组合 能有效减少拍摄和录像的诡异 选光,据此推测2G波速模组 应该是基于此方案的改造 根据家族遗传的特性 X6系列能落实此项技术的可能性很大 新技术4,3纳米制程工艺芯片面试 iPhone事物或拿首发 手机行业的新技术 很难不提处理器 今年骁龙8G2发布后 安卓旗舰手机的跑分已经接近130万 而一年前我们还在感叹 手机跑分突破100万 可见处理器性能的进步非常明显 当然 2023年的处理器还将迎来值得变化 2022进博会中 三星展示了由3纳米GAA架构制程技术 打造的全球首个量产的3纳米芯片 与5纳米芯片相比 3纳米芯片不仅在面积上 减少了35% 还实现了性能提升30% 耗电降低50% 目前台积电和三星均已开始量产3纳米工艺 依据目前的爆料 2023年9月发布的iPhone事物系列 很有可能首发 由3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的A17处理器 目前手机处理器的性能已经非常强劲了 但手机的性能极限还远远没有达到 相信随着性能的提升 智能手机还能做更多事情 新技术5 马里亚纳Y OPPO第二款自研芯片 主打音频领域 近年来 OPPO在自研芯片方面的投入 大家有目共睹 马里亚纳X是首款自研6纳米 影像专用NPU芯片 对手机影像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里亚纳Y是OPPO旗下的第二款自研芯片 主打音频性能 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音频体验 马里亚纳MerrySilicon Y采用了领先的N6RF制程 这是目前射频芯片所采用的最先进的制程工艺 此外 马里亚纳Y还拥有专用NPU 计算力达到了超前的590gob 仅其集成的高性能DSP算力 就达到了25gob 可以轻松满足未来AA音频应用的发展变化 这是OPPO首次在端侧实现了声音分离技术 并带来了自定义全景声和万能全景声两大功能体验 首次将192k赫兹 24b2无损音频带入蓝牙设备 带来母带级的高品质音质的同时 也提供了更新锋的个性化音频体验 OPPO在自研芯片方面的投入 已经逐渐可以看到成绩 OPPO旗下有很多机型搭载了马里亚纳X 大幅改善了手机拍照体验 期待2023年搭载马里亚纳Y的机型上市 在音频领域继续为我们带来突破 新技术6 连续光学变焦时装 澎湃C2或蕴含神秘功能 移动影像行业 成为了目前主流厂商的主要发力点 前面提到的马里亚纳X 通过应用该芯片的算力优势 和OPPO自研算法能力 OPPO实现了对手机影像中的不同问题 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Vivo的自研芯片VR 也很大程度地提升了用户的摄影体验 在打造差异化方面 小米12s系列 首发了真英寸大抵传感器RMX989 并且厂商还联名了包含哈苏 彩斯 莱卡等知名相机企业 无论是在手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 给用户带来了专业级别的摄影体验 在手机影像新技术方面 2023年很有可能出现连续光学变焦技术 我迫未来影像大会上 这项技术首次被公开 5需数码裁切即可实现 从人像到长焦每一个变焦点的清晰成像 并避免了传统接力式多摄变焦系统中跳变 白平衡偏移 色彩失准等问题 此外 有博主发现 在小米12sRT中 发现了小米自研影像芯片澎湃CR的深意 澎湃CE芯片的手机在AF对焦 AWB白平衡GAE 自动曝光等表现上 均能得到大幅提升 目前小米官方还未宣传澎湃CR 这款影像芯片具体有什么功能 非常值得期待 以上就是近期各大厂新技与新技术的预测分析了 可以说每款都非常值得期待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你最期待什么新技术呢 如果落地了 你们会买单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